在紐西蘭拍照隨便拍都有美照 在紐西蘭拍照建議要去 在紐西蘭拍照建議要戴CPL 因為天空很藍水很清澈 如果你沒有戴偏光鏡的話 像我一樣沒有戴偏光鏡 你就看不出 在紐西蘭拍照建議要記得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去戴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戴偏光鏡 CPL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戴偏光鏡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戴偏光鏡 因為像我忘記戴偏光鏡 所以像天空很藍水很清澈 但是因為反光所以你拍起來照片 都看不出來他們很藍或是很清澈 希望我們家在偏光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戴偏光鏡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戴偏光鏡 因為天空很藍水很清澈 你沒有戴偏光鏡跟我一樣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戴偏光鏡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戴偏光鏡 不要像我一樣忘記戴偏光鏡 所以像天空很藍水很清澈 你就都是反光看不到任何比較藍的部分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記得帶偏光鏡 在紐西蘭拍照記得要帶偏光鏡 不要像我一樣忘記帶偏光鏡 因為那邊天空很藍水很藍 但是因為反光所以你幾乎是看不透他們到底有多藍 所以還蠻可惜的 所以記得帶偏光鏡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記得帶偏光鏡 因為天空很藍水很藍 但是因為反光或是有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記得帶偏光鏡 不要像我一樣忘記帶偏光鏡 因為那邊天空很藍水很藍 那我們用偏光鏡才可以拍出那種水下面沒有反光很藍的樣子 或是天空比較沒有光害的樣子 這樣會比較好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帶廣角鏡頭 在紐西蘭拍照一定要帶廣角鏡頭 因為什麼都非常壯闊 什麼都很大 甚至GoPro都覺得有一點不夠廣 那當然有360度的相機 當然有360度的相機是最棒的 那當然有360度的相機是最棒的 那當然如果有360度 那當然有360度的相機一定要記得攜帶 那當然如果有360度的相機一定要隨身攜帶 那在紐西蘭拍照我覺得也需要帶一個超望遠鏡頭 因為他們的地都非常大 拍攝的物體距離通常 拍攝的物體通常都距離你非常非常遠 那你拍攝的物體跟背景距離也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這時超望遠鏡頭就非常好發揮 在紐西蘭空拍也非常好用 因為可以飛超高超遠不怕斷鏡 從天空上 用空拍拍的紐西蘭都 用空拍拍的紐西蘭山都非常非常的整齊 水都非常爛 讓你看到比你眼前看到的壯闊 然後 讓你看到比你眼前更壯闊 更遙遠的美景 讓你可以看到 讓你可以看到比你眼前更壯闊 更遙遠的美景 但如果要空拍的話 電池記得多帶一些 因為通常 但如果要空拍的話 你記得 但如果要空拍的話 電池一定要記得帶夠多 如果要空拍的話 電池記得要帶夠多 因為你 要空拍的話 要空拍的話 電池一定要記得帶夠多 如果要空拍的話 電池記得一定要帶夠多 因為你飛出去 一定就是好幾公里之外 你一下就沒電了 所以你可能要帶很多很多的電池 不然你就要帶車充 在車子上充電 那紐西蘭每一個 紐西蘭地非常非常大 每一個風景區 紐西蘭的地非常非常大 每一個風景區也非常非常大 很多地方是開車開不到的 都要走好一陣子 都要走好一陣子 你才可以走到目的地 所以攝影器材盡量減輕重量 不然你會非常非常的累 紐西蘭的風 紐西蘭的風 紐西蘭的風是 紐西蘭的風非常非常的大 紐西蘭的風 紐西蘭的風非常非常的大 是可以把你人吹走的那一種 超大的風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鏡頭有沒有入城 紐西蘭的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會把人吹走的那一種 超大的風 所以你要記得注意你的鏡頭有沒有入城 那你也要記得去 紐西蘭的風真的非常非常大 是可以感覺你人快要被吹走的那樣子 超大的風 所以你要記得 紐西蘭的風真的非常非常大 就是好像人快要被吹走的那一種 超大的風 所以你要記得隨身攜帶 紐西蘭的風真的非常非常大 是那一種 你人好像快要被吹走的那一種 所以你要隨身攜帶擦拭鏡頭的工具 才能確保你的鏡頭沒有任何灰塵 或者是水 紐西蘭的風 紐西蘭的風 紐西蘭的風非常非常大 是那一種 你人快要被吹走的那一種 所以你會有沙 或者有水噴過來 所以你要記得隨身攜帶擦拭鏡頭的工具 然後大家看不上去 原本是能力的 像是能力的 三公頁 來給你的空 在封印 在封印 你的空低 在封印 在封印 我們他是可以 在封印